为了夺冠老王杯 昨晚各组队员训练赛正式打下 从中为了磨合队友之间的默契 德华便在12点巅峰赛之后 向拉拉的队伍发起邀约进行B3 这把双方首次上场的成员也 首先以德华为首有 听安边路 云书打野 北北中单 孤影射手 爆猩猩辅助 然后花子Tid 其次拉拉队伍有 曼满边路兼职辅助 微凉打野 审阀边路兼职辅助 小李射手 面膝中单 最后诺言Tid 首次开场双方是以全局BP模式 让我们以云书视角一同 来看看昨晚的精彩对局 第一把开局擅长野和的云书 补了一手蓝领打野 虽说开局前期没有被入侵 但阵容的缺陷始终是让这把对局 早早在6分钟就被破掉的中路一坛 没有硬控的缺陷 根本限制不了对方微凉的路纳 8分钟微凉一人就骑在5人的脸上摇摆毫无伴 仅是10分钟就落后了对方近7000经济 最后也是没能撑到12分钟 被一波结束了演戏 不过很快德华队伍几人就换了一种打法 云书掏出老虎打野和 对方审罚和曼满编路辅助不坏身份 游戏开局云书就钻到微凉宫本蓝胎的空子进行了反攻 等到审罚反应过来之时 云书早已将其惩戒收入囊中 仅是审罚一人就想拦截当即被三人携手打下一心 另一侧的天安的项羽抢完线后一直在蓝区徘徊拖住微然的剪刀 被三人追逐甚至还差点全身而退走出野区 一分半清空野区转战上路 审罚辅助又一次被抓 莫子给上控制后云书便上前补满输出 拿下审罚后北北蓝区出手发起月塔信号 于是三人便将小李狠狠扼杀在了二塔之间 警戒无敌的节奏陆续重蹈覆转 两分半红区刷新 由于微良在下路拿了空间之灵 红区依旧还是审罚一 毫无守野能力的审罚 刚看着三人夺门而入 慢慢刘邦清完线立即传送打算留人 然而最终发觉竟然是在三打四 吃下敌人结黄牌后便被四人带走 警戒第三波野区云书不再进行入侵 拿下四分钟暴军后立马转到下路 与廷安进行拆塔 无人回房的下路是一直被两人拆到了二塔 听安持续卡住微良的位置 让云书安稳吃鲜 警戒六分多中路爆发团战 率先倒地的莫子迫使团战持续发减 廷安项羽上前一套将小李打至大残 云书虎哭上前收割后微良同时落地已带走廷安 警戒补满状态的几人陆续推进中路破烂不堪的一塔 拆完一塔微良栏区自然被开阔了大范围事宜 九分钟小李带领小明推至下路 然而面对两人的强推云书并没有进行拦截 反向进行换塔后云书立即扑向中路半血真机 逼出对方闪现切换形态便将其收割 眼看上路已经拆到了高地小李这边也不得不被口碑 十分钟拿下暴君主宰双龙 另一侧想留住廷安的慢慢闪现到后方当即被推离了人群 还未等微良锁住云书云书便悔不收下了刘邦 随后双方陆续展开引战 残血念兮闪现抬起小李不过最后却吃下了微良大招 微良当即被莫子大招锁住也倒在了战场 拉着之中云书绕后等待CD再次进场掌握紧剩二人 随后推上水晶 再次复活的刘邦已然是守不住三路兵线最后连在12分钟之前结束的比赛 随后第三把依旧还是鸣压紧 13分钟以15比5的人头差结束了比赛